1952年,这是黄继光英勇牺牲时留下的罕见珍贵照片。 照片中,黄继光胸膛被敌人的子弹打成了蜂窝状,一条腿和几辆骨都已经被打断,惨不忍睹。 但他两手仍然高高举着,保持着扑向敌人枪口时的姿态。 事后,黄继光的遗体被人发现,在场的人无不落泪。 担任卫生员的王清真,为黄继光整理遗体时,他与同事用温水将黄继光身上已经凝固的黑血块清洗干净。 他们将黄继光被打穿的胸膛缝合好,并为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装。 之后,黄继光还被追授为特级战斗英雄。 在他的家乡有一个纪念馆,用来专门纪念他。 在纪念馆里挂着一件,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就军装,上面布满了窟窿,透过光甚至可以看到对面。 这正是黄继光牺牲时所穿的军装。